1 2 3 你叫蘇蘇 我爸爸種的飯食療 非常好吃 彈一時 七歲 彈金雄 有時會吃 會 會 嗯 爸爸辛苦了 我叫彈金雄 今年46歲 畢業的時候就做Engineer 企業管理做Manager 算起來應該是17年吧 在2015年的時候 我就是那麼幸運的人 被採了 他從工程師轉行當農夫的時候 大概是五年前吧 是蠻驚訝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一個農夫夢 我就一直在想 不如創業 創什麼業的時候 有一天我看到 果農工會的Facebook 我就去私訊果農工會 竟然我會得到回應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他真的回應 他問我要種植什麼飯食流 什麼羅漢啦 什麼五子啦 這個 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不懂嘛 他就給了我一個電話 所以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接觸了這個人 這個人又很願意跟我分享 所以就是從那邊 就開始慢慢慢慢 學一點 邊學邊做 我先生對這個飯食流的種植 是沒有經驗的 他的精神我很佩服他 就是他完全不熟悉的一個東西 他只要願意學 他都會找到方法去 然後學了之後真的去做 我不懂外面的人怎麼處理的啦 但是他自己真的是身體力心 跟工人們一起去種 去挖洞 把整個飯食流園種起來 這五年來 都有經歷過很多起伏 我會堅持這個行業 我個人認為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呢就是我相信 飯食流的這個前景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在於看整個數據 整個未來他可發展的空間 讓我覺得他的確是 還有很多我們可以 繼續在努力的一個 好的一個領域 第二呢家人 家人往往是在任何的時候 他們都是給我最大的一個支持 我孩子特別喜歡吃這個飯食流 所以如果我種了一個飯食流 是很多大量農藥的話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 我孩子說 爸爸爸爸 你的飯食流很好吃喔 我最喜歡吃了 所以往往有時候我們聽到 這樣子的時候我會覺得 我不可以辜負我孩子 對我的一個認同 第三呢 真的很感謝我的股東 我的股東呢 是兼養雞場集團 因為整個管理都是交由我 他們的信任 所以我絕對不會去辜負股東 賦予我的那個委託 當有這麼多人說你不可以放棄 你一定要繼續下去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選擇 勇往直前 並來將黨 水來突厭吧 最近有什麼問題嗎 你的果樹這裡 其實當你可以看到它 現在泥土其實酸鹼性那邊 有保持著比較好的那個狀態 就是在五跟六之間 所以這種時候 它吸收養分其實是蠻不錯一下的 經過我重複一支是用有機肥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它是慢慢有改良的 的確其實效果是蠻顯著的 我相信也不可能今天放了明天 就會知道效果是長年累月的 下面社大馬 以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隨時聯絡我們公司的人 我們過後都會過來跟你了解一下狀況 我也感謝你們這麼多年以來 來給我這個小農民 很多多方面的一些建議 跟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識 謝謝你們 真的很慶幸 在這麼多的產品裡面 我個人的一個經歷跟感受 喬飄的產品 特別是烏砂 對於葉面的補充 樹的健康 我覺得是這麼多產品之中 非常幫助到我 能夠種植出這麼好品質的繁石流 我這邊是用人工割草的 還有呢我是用大量的有機肥 我選擇了喬飄的三個五 那麼我發覺到它就覺得很不一樣 土壤十分的鬆軟 所以根系很好 裡面很多蚯蚓 這個就是肥沃土地自然生態的一個 如果沒有連蚯蚓連這種昆蟲都無法在裡面活的話 我相信這個樹也應該是長不好吧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土地呢 就能夠孕育很多很好的樹 然後讓消費者呢 嘗到更好品質的繁石流 .